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CShop面向对象编程的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要讲的知识点是虚方法和多态 那么在讲虚方法和多态之前 我们首先来学习一个设计原则 那么在软件设计当中 一般我们所说的包括六大设计原则和23种设计模式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种叫做依赖倒置原则 什么叫做依赖倒置原则 就是说我们程序设计的时候 所需要用到的类或者对象 我们要尽量的用抽象的类基础的类 而不要过分的依赖于具体的类 比如说我们程序编写的过程中 尽量依赖于这个宠物的类 而不要过分依赖于它派生出的具体的类 比如说狗猫老鼠蜥蜴等等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程序就具有很大的可扩展性 我们可以从这个patter类 把宠物类派生出各种各样其他的具体的宠物 但是我们的代码编写是依赖于抽象的类 那么这样我们的派生出具体的宠物类的时候 就不需要修改我们原来的程序 那么程序具有很大的可扩展性 只便是减少我们 劳动量提高开发效率的一个很好的原则 尽量 这也是一种结偶的方式 尽量降低程序之间的偶合 那么大家对这个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好了 在具体的编程中 有深刻的会慢慢加深对他的体会和理解 第二个我们需要知道的知识点是鸡类的引用 那么派生类的对象 我们上节课学了包含鸡类部分和派生类部分 两部分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鸡类的引用 指向派生类 那么通过指向派生类的鸡类引用 我们仅仅能访问派生类当中的鸡类部分 虽然仅仅能访问派生类当中的鸡类部分 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也足够了 为什么可以这样 就是因为派生类是鸡类的一种特殊情况 比如说狗是一种宠物 派生类是一种鸡类的特殊情况 所以我们才可以用鸡类来表示派生类当中鸡类的属性和行为 我们从具体的例子可以理解一下这个概念 那么我们上节 这是我们上节课的代码 我们有一个宠物类 里面有个名字和一个方法 就名字属性和打印副名字 然后狗和猫分别继承了宠物类 我们定义狗对象的时候 用一个指向 用一个引用 狗这个dog类型的引用来指向这个对象 那么我们能不能换成它的鸡类的引用呢 鸡类的引用可完全可以 狗猫也可以换成一个鸡类的引用 然后我们的属性和方法都是鸡类当中的属性和方法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运行一下 运行完全没问题 但是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我们上节课有学习到了隐藏方法 隐藏方法呢 用6定义一个在派生类当中定义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和鸡类当中的方法同名 和函数签名相同 但是呢 当通过派生类的对象引用 去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那么调用的是派生类当中的方法 当通过鸡类的对象 刚才我们看到了 如果这是个dog 那么我们调用 诶 它是中文的 这个中文的函数 那么是中文的方法是在通过new 隐藏了鸡类当中的print name 但是当我们用鸡类的引用 去调用它的方法的时候 得到的结果 就调用的是鸡类的方法 也就是说 调用隐藏类型的 隐藏鸡类的这个新的方法 还是说原来鸡类当中的方法 取决于我通过什么类型的引用 去调用 派生类的就调用派生类的 鸡类就调用鸡类的 同时我们知道 可以通过一个鸡类的引用 来指向派生类的对象 引用派生类的对象 进而调用鸡类当中的 这个属性和方法 好 好 我们继续看 好 这是鸡类的引用 好 那么 我们为了在编程当中 为了符合那个设计原则 我们尽量的 有时候需要用一个容器 来保存所有的鸡类 比如说所有的宠物 比如说 那么所有的宠物可能都是一个购物列表 对不对 或者一个网页 或者一个什么 那么所有的宠物可能需要放在一个统一的容器当中 这个容器比如说是一个数字 或者是后面我们要学习的其他容器 那么保存鸡类的一些所有的对象 那么鸡类来描述了所有的共同的行为和属性 比如宠物都有年龄名字 名字我们已经实现了 在那个例子当中 然后这些方法呢 都可以比如说发出声音 可以运动活动 那么需要喂食等等 这是他们的一些行为 年龄名字是他们的一些属性 那么它有共性的东西 就是放在一个容器里 那么由于这个数组当中 我们要放同一种类型的 比如说鸡类 而不是各种 比如说放一个狗的对象 是吧 放一个猫的对象 放一个什么蜥蜴的老鼠的对象 但是我们都通过鸡类的应用来放 而不是说同时把各种类型的直接放到数组当中 而是通过鸡类的应用放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统一的这种管理 都把它放到 比如说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是吧 不管你是什么宠物 我们都放在一个容器当中管理 放在一个对列里面 然后都有一些共性的行为去描述它 不管你是什么宠物 你都有这些共性的行为 然后放在一个共同的容器里面 方便管理 比如说我们要对所有的宠物进行一些统计 对所有的宠物 比如说进行一些购买 进行一个价格的标明 是吧 在网页上比如说标明一个价格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需要一个循环 是吧 循环便利 通过统一的容器进行操作 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如果我们各种宠物 没有放在统一的容器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操作起来非常的麻烦 我们需要各种特殊处理 特殊处理是写程序的大计 所以我们放到一个容器里面 方便管理容易扩展 但是这个前提就是 激烈的引用可以指向派生类 就是我们前面学习的 好 那么现在就是说子类具有差异性 刚才我们说的是共性 对不对 我们上面说的是共性 就是说都有这些相同的字段和方法 那么在共性 那是刚才是共性 现在我们讲讲个性 但是每一种宠物啊 它可能有自己的特点 比如说发出声音的时候啊 它们宠物说话的时候 它们交谈的时候 可能用的是不同的语言 是吧 有的甚至是发出不同的声音 喂食的时候 可能吃的是不同的东西 是吧 你不能让猫吃老鼠 狗也吃老鼠 当然狗也可以吃老鼠 但是狗可能更喜欢吃别的 蜥蜴可能吃一些空虫 对不对 老鼠可能喜欢吃一些杂食 是吧 那么在统一的行为当中啊 往往有所区别 那么我们想把它放在同一个数族里面 像比如说通过同一种方法 喂食 它们都有这个共性 但是喂食的过程中呢 又有区别 也就是说它们还有个性 那么你既想把这些行为统一起来 那么又想区别这些个性 在这些具体做这些行为的时候 有所区别啊 体现出它们的个性 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那么也就是说既要兼顾团队啊 又要张扬个性 怎么样做到呢 我们就拥有一种新的武器啊 那就是虚方法和多态 什么叫做虚方法啊 总之我们知道这个虚方法和多态啊 它可以解决刚才我们说的 既有统一的这些共性的方法和属性 那么它又可以在这些属性和方法运用过程中 体现出啊这些派生类的个性 那么虚方法就是声明为这个virtual的这个方法 就是虚方法 这个就是虚的意思啊 虚方法 那么鸡类的虚方法可以在派生类当中使用override 那么这就进行重写 那么重载是overload的 那么经常面试当中问这两个问题啊 override和overload有什么区别 好 那么再一个是多态 多态是在虚方法的存在的基础上进行定义的 那么通过指向派生类的积累引用 调用虚函数 虚函数就是上面的啊 为根据引用所指向派生类的实际类型 调用派生类中的同名重写函数 便是多态 多态是一种过程是吧 虚方法是一种静态的方法的定义 好 那么说到大家可能有点晕啊 我们来 我们来进行一个图的展示 好 那么首先这是宠物类 宠物类当中有一个虚的方法 假如说speak 是吧 speak当中 那么这个方法是虚的啊 这个虚的就表明说 这个方法可以在派生类当中重写 那么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加个watcher 那么在派生类当中 我们想重写 鸡类当中的watcher的函数 需要用观念字override 那么狗 猫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watcher 那么他们将引用同一个speak 也就是说他们的叫声将会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 当我有了这个虚方法的时候 那么狗和猫 不再沿用共同的鸡类当中的虚方法 而是使用自己重写的方法 那么这个时候 虽然方法相同都是speak 那么通过鸡类调用的时候 假如一个狗的对象 保存在一个鸡类 Pet类型的引用当中 猫的对象 也保存在一个Pet类的鸡类的这个引用当中 那么这个鸡类的引用 同时调用speak方法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它将根据Pet鸡类的引用 所指向的实际类型 也就是狗 或者是猫 或者是其他的宠物 来调用他们所对应的重写的方法 这个可能有点晕 我们再来看看更加具体的 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个PetSpeak 对吧 这个Pet实际它保存的是一个狗的对象 那么它调用的是 首先调用是一个speak方法 那么这个程序一看 你是个虚方法 那么我看一下这个Pet声音类当中 你实际指向的 Pet指向的是什么呢 是狗的对象 那么我看一下你的实际对象当中 有没有重写这个方法 如果有重写 我就会调用这个重写的方法 如果没有重写 我就调用鸡类的方法 那么通过狗来调用这个speak 毫无疑问 直接调用狗的这个重写的方法 但是我们前面讲了 依赖导致 我们想把所有的宠物 全部用鸡类的引用来进行保存 鸡类的引用来进行管理 统一的管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到虚方法 这样即便于统一 又能张扬个性 兼顾团队又张扬个性 是吧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好 那么假如我们这里 有一个speak public 是吧 我们加个watch public 是吧 首先在积累当中 用一个虚方法 是吧 定义一个虚方法 这个speak 好 那么这个虚方法就是 说话 是吧 我们就用宠物 is speaking 是吧 好 假如 那么就是一个这样的类 那么我们这边 比如说dog 是吧 dog 天 speak 猫咪 猫咪也是 can't 天 speak 对吧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运行一下 好 那么pet is speaking 对吧 pet is speaking 对吧 或者我们这里 加个名字吧 加个名字 更个性化一点 加个name 是吧 好 再来看一下 那么杰克在说话 汤姆在说话 但是他们猫和狗 他们的叫声 应该是不同的 有所区别 假如我们所有的宠物 猫狗 然后蜥蜴等等 用同一种语言 就像全世界人民 用同一种语言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 不用虚方法 就这个样子 对吧 但是 很不幸 是吧 那么 各有各的语言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虚方法 来张扬 他们的重写 这个虚方法 来张扬他们的个性 然后我们重写一下 虚方法 那么这个时候 怎么重写呢 我们用override 重写这个虚方法 public public wide 然后speak 同名的 一模一样的 这个时候 我发现 我们发现 这个时候 激励的 它会自动引用进来 我们不需要调用激励的 我们直接 重写这个方法 然后speaking speaking什么呢 speaking 那么我们是个狗的类 是吧 狗的类就是 汪汪 是吧 汪汪 然后 猫的类 注意前面有override 这个override也可以放到前面 这个都是可以的 允许的 我们就都放到前面 同意的 好 是喵喵 是吧 猫就是喵喵 狗就是汪汪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 这个引用 注意 都是激励类型的 引用 指向了派生类 类型的对象 并且调用 重写的 训寒数 那么是调用激励的呢 还是调用派生类的呢 那么如果是 你有隐藏的方法 毫无应用 我们试过了 如果用激励的 引用 调用的是激励的 派生类引用 调用的是派生类的 对于虚方法来说 我们看一下 运行一下 有个错 这边 刚才定义了一个 运行一下 这个时候 杰克 Speak 汪汪 Tom 是只猫 所以他的说话 是喵喵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个性被张扬出来了 那么我们全部 因为我们全部用的是 激励类型的 这个引用 所以我们可以 把它们放在 同一个数组 当中进行管理 对不对 假如我们是吧 放在同一个数组当中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这样的数组 是吧 Pets 是吧 Pets 等于 等于 New Pets 是吧 Pets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 New一个Dog 是吧 我们这里 没有写构造函数 可以New一个Dog 是吧 New一个Dog 然后还可以 New一个什么呢 New一个Cat 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可以 对它进行统一的管理 比如说 为使一个Fall循环 解决问题 是不是 就非常的便利 那么我们可以写 两个构造函数 啊 构造函数 那么我们写在这里吧 比如说 Public 是吧 Dog 那么我们有个 Stream 这种类型的名字 类型的名字 Name 等于 Name 是吧 我们可以写一个猫的构造函数 Name 然后 改成猫 猫咪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名字放进去 好 狗的是杰克 猫的是叫Tom 哎 这个时候就更加简单了 那么我们这个就删掉了 不要了 这个也不要了 然后 好 这个也不要了 好 那么假如 这个时候 我们想要轮流打印名字 并且轮流说话 我们是不是就Fall循环了 我们现在只有两种宠物 一个是猫 一个是狗 是吧 两个对象也只有 也就是只有两个小动物 是吧 但是如果有很多的动物 试想啊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是不是可以带来极大的便捷呢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假如让他们轮流说话 哎 杰克说 Spin 汪汪 Tom说 喵喵 哎 这个时候 栽码就变得不一样了 是吧 我们现在只有两种宠物 可能几百种以后有几千种 对不对 一个宠物商店 我们可以至少有几十种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采用这种方式 将会非常的便捷 比如说我想知道 所有宠物的价格列表 那么我可以画出出来 那么我想听 所有宠物的这个声音 那么可以啊 以此播放 对吧 便于我们的管理 是不是 那所有宠物可能有 比如说快递的话 有运送方式 是吧 所有的宠物可能运送方式 都不一样 是不是 还有所有宠物的食品 是吧 我要 比如说快递食品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有不同的个性 但是我都可以用一个 统一的数组进行保存 统一的容器 背腻数组 也可以是列表 对列等等 那么 它的行为 那么也是 基本上都是 都有这个行为 但是他们有个性 通过派生类当中的方法 进行个性化 那么我们接着看 我们最后一部分的方法 关于虚方法的 其他知识点 那么重写虚方法 必须具有相同的科访问性 且积累方法不能是私有的 那么如果是私有的 你既派生之后 你是不能访问他们 也不能对静态方法 静态方法属于全类所共有 我们后面会专门讲 所以不能进行重写 另外可以重写的有什么呢 方法 我们刚才试过了 属性 大家可以下去试一试 所有的事件 可以大家自己去尝试 那么最后记住 积累当中 用virtual 派生类当中重写 用override的观点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